當時有一個客戶 如果我們檢查出來 5和9的平均值 如果12條經絡有一個平均數 我們檢查出來 譬如說25至55 是平均普通人的9 當時檢查出來的值 譬如說是11左右 接著呢 平均值 我講的例子 然後呢 第5條經絡和第9條經絡 它當時檢查出來 是一條3、一條5 OK 第5條經絡 即是心經 是3 心包呢 是5 是不是低到很重要 接著呢 我們有些東西給它寫的 你主數是什麼 你最想改善什麼 就是意思 它最想改善的就是什麼 就是憑血 心經、心包經能量很低 它想改善憑血也很像 不然我看 左看又看前看後看 怎麼看都不像一個憑血的人 終於有一件事叫做什麼 叫做默正不符 或者在我面對的就是我看到的 和我經絡診斷出來 是 絕對是兩個人 究竟是什麼回事呢 究竟我跟英樂報告去建議它 因為我看到的它再問一些東西 去建議它做一些事情 結果 我就問它 當時都不知道哪裡來的靈感 我就問它 你什麼時候知道是憑血 他說二十幾歲便是憑血 現在四十幾歲 我說你上一次什麼時候確認你憑血 他說就是二十幾歲的時候 就是十幾二十年前 你最近沒有檢查過嗎 我說沒有啊 我就問了 你是不是以為以前是憑血 現在就一定是憑血 他說不是嗎 但原來有人這樣想 所以這個是最大劑的事情 自己不要做一個這麼傻的病人 將兩年前的報告去看今天 開始發生檢查的身體 我再說一次 很多人拿著兩年前的報告 五年前的報告 因為這些人有一個口頭前的 我以前都不是這樣的 你是這樣就不用來看我 你就不用來找醫生 明不明意思嗎 我就會回應一句 你現在就是那時候 我要找回兩年前 我來看兩年前的你才行 不是意思嗎 所以很多人活在什麼 活在不知時間消逝 步入什麼 中年晚年 在放日 每放月下的狀態 我們還活在一種 不知不覺之中 陰陰下 陰肝緊你 明白嗎 你喝的水 吃錯的食物 和好吃的垃圾食品 OK 好香的巧克力 加上一盏砂糖 明白嗎 全部都是陰肝緊你 你知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你有沒有發現 很多時候 聽到報紙說 什麼 水質污染 講完之後 有沒有下文 有人出來做一些事 是政府層面出一些事 告訴你 東江水污染 我們做了什麼 去令到 在東江游的 那些河鮮 或者是 沿岸 我們 大水污染出去了 你去釣魚去哪區釣魚 那些水流的方向 可能會怎樣怎樣怎樣 我提你的東西 就釣了很開心 去吃 是吧 那些污染的問題都造成的影響 但是沒有人會再提我們怎樣 拿出一大約都是什麼 互合標準 而這標準 可能是20元 我update過的標準 所以這些東西 不是我們這個層面做得到 是需要醒的一些官員去做的 OK 那 剛才我講到這裡 當我發現了他有這樣的想法之後 因為當時我已經是一個NLP執行師 所以我是善用語言 語言能夠治病的 語言治病的威力很厲害 語言治病的能力很多人都有 講完一句話 那個人不開心 接著他們很開心 這些能力 個個都有 但是語言治病的能力 就是成果人才有 或者是真的厲害的醫生才有 我也是剛剛踏入這個門口 OK 不是說我厲害 不過我開始在厲害 OK 多謝 多謝 這是說話背後 我講到這裡 一條舉例子 你不知道為什麼我會有這樣的諧氣 教育膽航輕的說話 有一次 我和我們一個學生去開會 開完會 都經常開了中醫會 十一點 突然間他不舒服 頭痛 頭痛 一直我和他走著去坐火車 他頭痛 我手又沒有針 難道在街上和他做服位嗎 頸服位嗎 我不是怕別人看什麼 而是有個更加簡單 更加有威力的方法 當時我靈感就來 我叫他念什麼呢 我叫他念什麼呢 聖靈所結的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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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 人愛喜樂和平 大家寫吧 如果不懂的寫下 人愛喜樂和平 恩慈良盛信實 忍愛均游接濟 對嗎 對嗎 OK 可以嗎 當時 聽著 因為這個是屬於能力醫學 亦都屬於信息醫學 當時他就 因為很怪 那個女生很怪 他跟著我建議的 一邊說 說到希望 感覺都有少許 跟著他就用英文 去講個hope字 hope 頭痛即刻消失 不過痛緊 是很不舒服的痛 正在刺緊的 消失了 OK 語言可以治病 不是我講的 是現代醫學之父 都有提出過的 西方現代醫學之父 好 那他發揮的作用 其實是一個什麼作用呢 其實如果腰空能量 以後才能解釋到 其實每一個任何的東西 他歸到量子醫學 再去 現在有一套幾套超原理論 大家知不知道 有一個超原理論 去解釋到量子力學的東西 和相對論 對我來說 我也是很陌生 你們這樣看我 我也是這樣看他 不過我懂得多說兩句話 OK 但是量子醫學 有一個超原理論 說什麼 任何東西歸根到底 當它脈足找不到的時候 再細再細下去 其實它是一種波動平衡 一種有波形的 OK 同樣的說話 你歸根到底 都是一樣東西來的 一個元素來的 即是一樣東西來的 它歸根到底 都會變成一個頻率 那麼這個頻率 跟另外一個不平衡的頻率 如果剛剛它有補足到它 它的波一平衡差 它就消減了 差不多第一個動力 這也是 為什麼一個叫 能量醫學可以治病 而且這麼有效的 背後的動力 OK 一個波 有另外一個反波 剛剛制衡它的時候 它會怎樣 它會平衡 那麼應用上呢 其實有醫生是用這些東西的 那麼它有儀器 譬如有一個儀器 是這樣的 大家聽過喝尿沒有 尿療法 OK 那麼有些人呢 就真的用一些尿來稀釋來喝 有些人直接喝 有些人稀釋喝 有些人就拿到兜尿 然後怎樣 放在那個儀器那裡 然後將它的訊息 copy 了到水裡 所以我們只是拿它的訊息 那個波動 那又可以的 又可以治病的 這些是一種醫學 行不行 只不過香港還沒有流行 因為泰國 什麼 資訊比較不發達 尤其什麼資訊 我講真的 香港的健康資訊 是很不發達的 但是假健康資訊 就很多了 OK 戴著假健康資訊的面具 來講健康的 就過得不得了 OK 但是真正是讓你恢復健康 因為讓你恢復健康 裡面涉及 什麼 了解體質 了解心路習慣 還有要知道 什麼東西是適合你 不適合他 我舉例 你有沒有想過 濕疹的病人 我們檢查很多濕疹病人 是不能吃蘋果 我想都沒有想過 即是說 如果我不是用共振的方式去檢查 我還以用我的知識 幾年前我都是這樣的水平 大家不要怪我 OK 但是我現在知道了 原來我都在這裡恢復人 因為我只是停留在知識層面 而沒有真正看看 他說 他說 怎樣怎樣 吃了東西怎樣 我有一句沒有理由得了他 我都經歷過這樣的時代 你明白什麼意思嗎 自以為是 讀了書就當是現實 你知道書本有多少填料嗎 多少是假學術報告嗎 是很多很多很多 這些學術報告 這些不是我說的 我現在還聲明 剛剛講這句話 不是我說的 我剛剛去台灣 台灣政府 就是請一些科學家 科學家 而且是國家級的科學家 站出來 人家說什麼 我們這些數據 有很多數據 有不正確的地方 譬如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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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見過一些學生 有時有些數據 差一點點 就 差一點點 就加上這個功課 那就作少少而已 每人作少少 但是人家 拿命人家 引用你那邊論文 你聽不懂 意思嗎 就要作就越遠了 結果呢 有時真的花了錢下去 走到尾 才發言不得的 這些東西在學術界 有很多很多很多的 OK 所以 盡管有很多人幫你監察 不過有些東西已經出到街 大家有沒有收過短訊 最近最流行的是什麼 車離子 是吧 是吧 你傳一下傳一下 我講我一個離子 有隻狗 你不營養就要死的了 是吧 我好像順便說了 OK 有沒有說過 有沒有說過 你不營養就死的了 請你這兩天 這兩天 請你呢 真的要的話 你打電話 就打這個電話 OK 接著我傳出去之後 我有一個開寵物店的朋友 他說這個資訊是一年前的 是吧 是一年前的了 先傳到我來 那上面的題目是什麼 有朋友急邀 那說我的朋友 寫著有朋友急邀 那我就以為時間上就是什麼 他昨天發言過一千天 這兩天的事情 這幾天的事情 其實原來是一年前 而且這件事 是沒有人認證過是真還是假的 明白嗎 可能 可能有個人的電話就換了 因為被人證過 都放了他的電話上去 等等這些 這些是什麼 訊息 這就是訊息 那當一個錯誤的訊息 相對下去 我們會有反應的 行不行 細胞都一樣 他接收了一個錯誤訊息 他就向錯誤的方向反應 明白嗎 那究竟有哪一種方法 方式 是評估到他接收到錯誤訊息 規訊息 好 那水不濟火 我 講完這個 OK 那不是 沒有 心經心包經 當時 我就做了一件事 我去請他 你這樣 你閉上眼 因為我已經知道發生什麼事 他以為他貧血 那我當時是測試他以為的貧血 如果這個以為我走了 有沒有分別 當時我就想 當時我請他 你閉上眼 跟我說三次 我愈來健康 我愈來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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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完之後我就閉嘴 你自己覺得自己每個細胞都 裝載著 而且變成相信的時候 你才好 你閉上眼 結果呢 你就閉上眼 然後 就是在裡面轉 就是在處理訊息 OK 他在溝通自己 在信用自己 在打仗 在矛盾 足足兩分鐘 然後再閉上眼 的時候 我再問一次 肯定了 聽著 看著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是很重要的 他深呼吸一下 嗯 聽到嗎 這一下是很重要的 這一下是代表什麼 代表 這是一種狀態 這是一種狀態 而我叫他去健康 相信現行是這個狀態 而這個狀態 不是他經常進入的狀態 他平時就進入一個相信自己是朋友的狀態 這個有這個的經絡 這個不頂不掉又有另一個經絡 就是不知道原來有一樣東西叫健康 OK 這個可能叫沒有病 OK 醫生說我沒有病 就明明到這裡 好了我放心 沒有病 但是相信自己是健康 是這個狀態 OK 這三個人如果我分辨力 分別用語言 導引 協助去進入 而且鎖定在一個狀態 再檢查經絡 三種經絡 三套經絡 來的 OK 那究竟我正在醫治哪個 我正在醫治這個 要是在醫治 相信檢查完一堆報告 接著說他沒有事 那個他 OK 因為說是在醫治一個 他雖然有經絡失調 他最終知道他可以向健康發展的人 開的東西完全不一樣 這個就是經絡診斷 我堅持做經絡診斷的原因 哪怕十幾年前我已經買了經絡診斷 就是那個量子測試 十幾萬的時候 我買出來用了一堆 是很厲害 是很厲害 包括你是甚麼情緒 你現在有甚麼情緒 例如開心還是不開心 到幾天就都 全部檢查出了 量子測是這麼厲害的東西 OK 但我都不敢用 因為揭開了之後 怎麼收拖 因為太多辦事了 那個人又不是來看情緒的 你突然知道他最主要的問題 是情緒引起的 是吧 那現在不同 現在因為經驗夠 和真正我們研發力都多 OK 等一下我會和大家講講 和飲食有甚麼關係 透過燃養去做總結 OK 那當時呢 大家想知道的結果 他平均值由11 跳回到27 然後呢 11變到27 已經是甚麼 幾級跳 超過Double 超過Double 是吧 11變到27 是否超過Double 3去到25 27上下 OK 平均值是兩級幾的跳 個別的經驗 是五級七級這樣跳 就是一句 我愈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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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相信 每個細胞都相信 我愈來健康 抹太大眼後再確認一次 也就是說 以色層面再確認一次 OK 因為當你抹太大眼的時候 你和全世界 connected 當合眼的時候 與內部 connected 是兩個世界來的 外界世界 外界世界 外面的世界 OK 當你溝通過 之後呢 你抹太大眼 其他信息開始和你侵襲你了 明白意思嗎 在外面的世界你再跟裡面 我們叫做心腦合一 你合一多一次 所以很多人為何矛盾 有沒有聽過一句說話 我自己和自己說 我和自己說 我心想 心想後說的話 為何和現實說的話不一樣 是吧 大家有沒有心想的 有那些嘴唸的 有的 是吧 OK 那誰才有病 心想那個 然後 心想後後 背面那個是有病的 明白嗎 我醫是醫治那個 不是醫治你面那一層 醫治你表面是沒有用的 是皮好在裡面爛出來的 是吧 裡面爛著的 你再做Facial做美的那一層 那一層皮是怎樣 是吧 一層鹽水的蟲又出來了 是吧 大家都知道我這樣問 所以 大家 這個例子 是當時讓我 怎樣 讓我開始關注 很關注 因為 語言能夠醫病 已經在另外一套 例如NLP學問已經掌握了 但是真正 是面對病人的時候 應用出來 以及結合經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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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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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